83岁的李希夫人农历年间突然出现呼吸急促 喘到无法睡觉 原本家人以为是气喘症状 但使用了气喘喷药后状况还是没有改善 决定将阿嬷送到医院来检查 医师诊断后发现她的心脏、血管阻塞 且纳离子过高等状况 因此第一时间先做心导管手术以及洗肾后 接着再透过转诊帮阿嬷做心脏烙道手术 如今术后恢复都相当良好 在众人见见下 83岁李希阿嬷切下蛋糕 庆祝宠获新生 由于农历年间阿嬷突然呼吸急促 喘到无法睡觉 送医检查后 医师发现她有肺积水、纳离子过高 且心脏血管出现阻塞 在与家人讨论后 决定帮阿嬷先做洗肾与心导管手术 她现在心脏正在紧张 所以她人是清醒没有插管 可是她很费力地在呼吸 那所以她心脏不解决 马达不改善 那到最后就是 等到她撑不住了 她就昏迷了 然后呼吸就衰竭了 可能就插管了 那这种年纪大 一插管下去 大概要拔掉的机会 就不大了 医师表示心脏血管阻塞 初期大多会出现胸痛 呼吸困难 以及头晕头痛等症状 一旦发现就要马上就医治疗 最好不要拖延 考量到当初阿嬷的病情较严重 因此医疗团队决定透过转诊 帮阿嬷做心脏绕道手术 如今术后恢复都相当良好 这个地区医院给我们的感觉是 我们不用让病人折腾 不用在那里等候 马上我们就可以无缝接轨的 直接上了冗种 要不然我如果自己挂 我相信我要挂不知道几号 也不知道多久以后才看得到 我妈不然能不能等到那个时候 如果说有些病患有严重的 我们直接转给中冷的医师 然后不用消除了等待的时间 然后到了中冷去接受 无缝的照顾 那这个计划也是对我们沿海地区的 民众的健康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保障 看到阿嬷恢复健康 家人们都相当开心 并表示今年正好是父母亲结婚60周年 很感谢医疗团队的照顾 才能继续携手相伴 而医院也希望民众能多多利用 分级照顾计划 让医疗资源得以有效运用 记者陈伯瀚台中采访报导